Creme Boulay 即是法式焦糖炖蛋大家就吃得多了 但是將它放在菠蘿裡面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菠蘿法式焦糖炖蛋 材料有主角菠蘿、黃糖、士多啤梨、雞蛋、忌廉和白砂糖 第一部分就是處理菠蘿 處理菠蘿其實就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只要你有這個菠蘿神器 那這個菠蘿神器在哪裡買呢?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因為有個朋友在美國那裡寄給我的 將菠蘿切片 但不要切得太薄 我們將菠蘿變成一個菠蘿碗 菠蘿切開兩半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菠蘿神器 將它的肉拿出來 對準確是非常簡單 對準確是非常簡單 然後呢 就不要放太低 即是你去到 差不多就可以拿出來 這樣就會變成菠蘿的碗了 其實如果你在家裡沒有菠蘿神器 又怎麼辦呢? 那就不用放太多 那其實呢 只不過你是 拿匙羹 一匙一匙 將菠蘿肉刮出來 完全是有相容的效果 不過要用的時間 就多一點而已 下一個步驟 然後呢 將剛才切出來的菠蘿肉 將它切成小粒 然後灑少許砂糖在表面 然後用火槍燒一燒 然後下一步就是混醬 非常之簡單 就是將砂糖 忌廉 和蛋黃 混在一起 好 好了 將它攪拌好 攪拌均勻 之後呢 非常之簡單 就是將這個 菠蘿碗 將剛才烘過的菠蘿粒 放一點點 然後 倒這個蛋漿 這樣下去 和平時做焦糖燉蛋一樣 就是要倒一點水 在焗盤上 讓它的溫度 平均一點 慢慢升上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入爐了 我們將這個菠蘿蝦 焗完之後 我們要放涼 然後再放在雪櫃裡面 蘭蝦至少兩至三個小時 令到它的蛋的質地 再結實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 其實基本上 都搞定了 現在 灑一點點糖 在上面 就和平時做Crambole一樣 就是燒它 好 現在我們就 燒焦面的焦糖 其實這個燒糖的步驟 需要一點點練習 千萬不要太心急 一鍋就燒了它 因為它會慢慢轉色 焦了 有些東西就永遠都回不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些善後的工作 例如半碟 其實和主要的味道是無關的 不過就是關於賣相的 而是用來的 多一點點 然後再煮到 再煮吧 不太久 可以把蝦仔也在煮成 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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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